多重的邏輯判斷之後 那我還要再變更它的樣式 這樣式包含這常用的 我大概舉幾個例子 像ABCD好了 我們比較常用的也許就是 A的話是把字的顏色改成藍色 B的話呢 把底色改成黃色 那C的話是加框線 D的話是加粗體 大概就是四種比較常用的 當然我只是舉例子 至於其他沒講到的 你也可以做一些衍生性的那個變化 像同學突然就問到說 那個字的什麼呢 字的字型 字中等等 反正這些類似的 那字的顏色就phone color 有沒有 其實它就是在 我們儲存格後面多一個phone color 後面的話顏色特別注意 後面一定要學會 以後呢 只要在VBA裡面 你只要牽到顏色 你要記一個很重要的函數 叫做什麼呢 RGB 那RGB顧名思義嘛 R的話是什麼顏色呢 就紅的嘛 G就綠的嘛 RGB就三顏色嘛 那後面的話就是最小是零 最大就255 A4就是說 比如說喔 你可以用類似像調色盤 有沒有 瓜糊嘛 比如說你要藍色的 所以不用啊 就是你自己就可以調出你要的顏色 其實這邊的話 零沒有紅的嘛 沒有綠的 只有藍 藍的最大 那就是藍色嘛 OK 貴名思義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要第一步喔 我要把剛剛的那個程式做修改 比如改成什麼 比如說我今天要改這四種效果 套用到我們的那個VBA程式裡面該合作 這個部分的話喔 你們可以參考我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七頁啦 就這邊都有 也不用學太多啦 我覺得 後來發現喔 同學也有一個反饋 就剛開始教很多不見得你們都派得上用場 但是 所以我盡量喔 採取三趣法 後來發現我 本來以前我教好多好多 後來我發現我越三越三 最後告訴你 就學這些就夠了 至於你要再多學的話 你就自己再去查 再去變化一下 因為它基本上的架構都差不多 你只要懂得那個敘述方法 比如說顏色嘛 就變顏色 以後都變顏色 但是特別注意喔 你要把它顏色變上去之後 最後你要把它恢復 因為我們不是有 也類似啦 有加上去 有把它清除顏色 清除的話 你不能像那個 剛剛清除裡面之下 就雙影像這麼簡單 沒有 你要加上去 把它去除掉 格式設定又不太一樣 要怎麼做 首先我們拿這邊來做練習 比如說我們拿哪一個來練習 拿那個 剛剛這個好了 因為我剛剛業績 把它另外加一個module 把它分開來 當然如果你把它放一起也沒關係啦 如果你要再把它獨立出來 不然你就按右鍵再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把它貼到module2裡面 module1就是原來的 module2就是業績剛剛新增的 那我們拿那個成績多重這個來練習 那因為剛剛成績多重 是abcd嘛 那我就把這個 再複製一個貼到底下 所以按拖拉加cd 這樣比較快 那這邊改成什麼 成績多重 我這邊多兩個字吧 成績多重加一個顏色好了 ok 也就是說呢 我們等於是說 加上顏色 那加顏色的部分的話很簡單 這個地方 成績多重顏色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加a 要把它變成藍色的話 要特別注意喔 其實這一行一定要輸 這個第一行是輸出什麼 輸出資料 下一行呢 就是把它格式化 那要怎麼格式化 其實也不用特別去 因為我盡量喔 我覺得成績多重 這死倍也沒意義啊 所以我的習慣就是 我一定要用理解的 然後我要想一個方法 我下一次唯一可以自己打出來 我不見得一定要去call啦 所以怎麼特別追 一請你先在下面格式化的話 第一個你一樣要告訴他說 哪一個儲存格 那一樣當然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的字的顏色 等於什麼顏色 我如果說我要的是藍色的話 那怎麼敘述 一特別注意喔 其實後面就點phone color 點phone 點color就可以 不過像我的習慣喔 我會先不加瓜糊 為什麼 因為你加了瓜糊 你點下去喔 它那個點有沒有 它不會提示你 那如果說你不加的話 你有沒有想在sales物件 點下去會提示啦 有的時候說真的 你也不用死倍 因為裡面清單都會給你 假設你phone 你拼不出來 你打一個f 再打一個over ok phone就出來 那這個phone的話 指的就是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儲存格的紙物件 它這個叫字型 字型 phone 其實它是一個屬性 這個屬性 其實你可以把它當什麼 一個設定值 就是等同有點像是什麼 你在這個地方找到常用裡面 這邊有一個這個地方 你去改它的顏色 改成藍色 這個藍色 但是我們如果說假設 每個地方像一堆資料 你每個地方都要用手動 慢慢加 慢慢加 哇那不得了 你花很多時間 那如果用程式來跑 回圈一跑完 全部ok了 資料讓越大 越感覺 哇 所以你會發現 像我現在 一定不可能出爬鏈鋼了 你出爬鏈鋼有點做不完 一定要懂得利用回圈 幫你做一點事情 所以為什麼要學回圈 為什麼要學邏輯判斷 就是你要把你要做的那些範圍 先找出來之後 然後利用邏輯判斷 幫你把事情全部做完 ok 那怎麼做 第一步 點Sales點Fone 然後後面的話 記得你要針對事情裡面的什麼 下一階段的屬性做事 你會發現 這邊有Color 字的顏色 如果說你要改的不是字的顏色 你要改字的什麼 字的名稱的話 比如說你要改 之前有同意 老實說我要改那個 字的 比如說我要改微軟中黑題的話 那你可以什麼 FoneName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要字的大小的話 那字當然應該Fone Size 有沒有 啊不是都有啊 所以有的時候其實不用死背了 你大概看上面的那個 清單 你大概就知道 我們這個是要把它改顏色 所以FoneColor 那後面的話 記得等於什麼 等於RGB 那我要的顏色是什麼呢 藍色就零 沒有紅色 沒有綠色 那我把那個 就是藍色調到最大 那基本上它就藍色了 OK 記得最後這個刮弧一定要補上 因為常常有同學 這個動作漏掉了 漏掉的話 記得Fone 這個 在點前面 這個應該在 這個刮弧 然後這邊有個點 OK 這樣的話 就OK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輸出A的話 那就是什麼呢 就把它改成 所謂的藍色 OK FoneColor 等於這個RGB 那有同學會說 老師 那這個 我 如果要 我的顏色 我希望鮮豔一點啊 那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要 改顏色的話 假設你不知道 這邊 油漆桶啊 或者是這邊 都有 其他色彩 假如說 你要點一個 這個顏色好了 你就按置定 這邊就RGB了 甚至你可以去調它 有沒有 去選它 但一般沒有那麼無聊啦 說真的 我只是告訴你 如果你要很不一樣的顏色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去選取 有沒有 調一個顏色 然後拉一下 不就有這個顏色 你就把這個記下來就好了 不過大部分我都記整數啦 不然大家可能 那麼記那麼多顏色 我們這不是學Photoshop 所以不需要知道太多 我們後面頂多是需要知道 深藍色或淺藍色 大概就差不多 就是淺 顏色的深淺 OK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顏色做完 我們大家執行看看 誒 字有沒有變成什麼 那個A部分 有沒有變成藍色 執行 有沒有看到 不過好像藍色看不太出來 我把它蓋紅的好了 255 紅的話就是255嘛 然後00就可以了 OK 執行一下 變紅了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希望把這個B 改成底色 所以一樣輸出B B下面如果我要底色的話 底色的部分的話 它叫做 intro color 所以你就是 那個底色的話 就是點什麼呢 它叫in intro color 這邊有intro 有沒有 這個intro color 你就找到這個intro.color 那其實做法是一樣的 等於什麼呢 如果我要黃色的話 RGB 刮弧 那黃色的話 應該是 怎麼調呢 如果不會的話 你看一下它調色 反而 其實你只要把紅色 加綠色 就會調成黃色 OK 所以255 紅色 綠色255 那沒有藍色 其實基本上 這樣就是 黃色 其實我印象很深刻啦 因為我小時候 我記得那個美術課有沒有 像畫家一樣 我就把那個什麼 紅色的顏料 跟綠色的顏料 擠一點 然後把它會會會 真的變黃色了 我小學就知道了 所以我 以前不然玩 真的 幫我回去試試看 如果說你今天假如說 你把紅色加綠色加藍色 全部都最大會變什麼顏色 黑色啊 黑色 那顯然你們沒有上過美勞課 水彩啊 沒有嗎 有吧 其實你隨便擠一擠啊 你就把它全都握在一起 變白色的 白色的 而且你要亮 要不然你們自然 自然刻有一種有沒有 把那個 一個 七彩的扇子 圓盤有沒有 你把它轉 轉到最快了 有沒有 就變成白色的 對 現在這個RGB是光耶 你講的CNYK 你剛剛講的會是不對的 對啊 不過道理是 類似 CNYK只是調的方式 那黑色要怎麼調 黑色就全部都沒有 就零 就零零零啊 OK 零零零就黑的喔 然後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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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白的啦 OK 大概這些基本色啦 知道一下就好了 不過我們重點不是在那個 這個啦 我們重點是把它顏色調出來就對了 那如果你實在不知道 還有一個方法嘛 就是什麼 常用裡面這邊 沒有調色盤 那你就去找一個什麼 找一個這個 白色你就調過來 不就2525 對 那如果你要黑的話 黑的在哪裡 黑的 黑的這個嘛 OK 那置地你就零零零 不就OK了 這也是一個方式啦 如果你實在記不起來 沒關係 那不是太 有東西其實也不用死背啦 我是覺得你就是要 就慢慢要培養那個 有這個趣味性嘛 然後這樣的話就調 就可以把底色變成黃 我們來試一下 B把它變成黃的 OK有沒有 那C的話呢 就是要把它框線 框線特別注意 它其實一樣是 這個儲存格 然後呢 點下去 它叫Boulder 有沒有 框線叫Boulder 特別注意 它一定有加S 可是剛剛FORM跟那個 Intel沒有加S 為什麼 因為Boulder是 很多條線 上下左右有沒有 還有中間的線 有沒有 所構成的 然後Boulder 點Color 一樣嘛 也有Color 那如果我要紅色的線的話 那就等於什麼呢 等於RQB 刮弧 然後255 0.0 0.0 或刮弧 框線就設計出來 然後記得 這邊一定要記得 把這個 這個一定要加 剛剛我是後加 再來最後的話 初體的話 其實初體 其實基本上 跟那個剛剛FORM也有關係 剛剛好像也有FORM Sales點什麼呢 點FORM裡面 FO 有沒有 FORM 自行 這個設定裡面 點什麼呢 有沒有看到有個什麼 Boulder 出體嘛 等於什麼呢 其實要就是True 不過它沒有跳TrueFORM 你自己打一下True 或者你其實可以打E也可以 E也是True 0就是FORM OK 在任何程式圓都一樣 E就是True 0就是FORM OK 不過我們也是打這樣 記得 刮弧一定要加上去 好 四種效果就OK了 所以我記得 我這個刮弧是後加 主要原因是 因為如果你加了光 我點下去 它不會提示 所以我習慣是後加 然後把這個 按照順序打完之後 然後把它RUN一下 OK 你會發現 就照我的需求 把結骨給做出來了 那但是特別注意 後面我們還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怎麼樣 把這個顏色拿掉 因為有的時候 我可能 我這個效果要做 但是我希望 我要把它恢復成 原來的樣子 那恢復成原來的樣子 你不是說清除就算了 因為清除怎麼樣 它是清除資料 它不會清除格式 所以如果你要清除資料的話 記得 待會我們再來看 也許就是 再把那個資料給清除 所以特別注意 我剛剛一拿這個複製過來 二加個顏色 然後呢 其實就是在每一行的敘述下方 再去變更它的這些相關效果就可以了 其實程式不多啦 盡量也不用十倍啦 我建議就是這都活的 很多東西其實 你可以透過那個清單裡面的功能設定 去瞭解 然後甚至可以找到你要的效果 有些我也沒想到 像字的顏色 你可以叫 Fone.name 等於 那一定要是字串 你就把 星系名題打上去 微軟中黑地打上去 如果你怕打錯字 你直接拿那個字型上面的那一串字 複製貼過來也可以 它就會幫你變更成某一種字型的 字的大小就封size 後面給數字就好了 比如說14 16 它字就會放大或縮小 OK 所以這部分 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 字的顏色加上 待會我們就是再把字的顏色拿掉 OK 基本上 我想大概 這樣子 其實在工作裡面就還蠻 蠻多可以這樣用的 後面我們會再舉一些 這些相對又稍微再更實際的案例 然後呢 我們會把 今天所講的這些 包含回圈邏輯 還有顏色的設定 我們會把它用上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熟悉這些東西 這蠻好用的 將來如果你要針對大量的資料 自動幫你設定一些你需要的格式的話 那你可以用剛剛講的這些方法 還有一點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設定格式的話 只能用Sup 不能用Function Function裡面呢 不能設定格式喔 因為 Function裡面不能用 不能用Sales 有沒有 我們最後不是Return回來嗎 其實就Return資料而已 所以在Function裡面 只能處理資料 但是不能處理格式 所以那些樣式有沒有 只能用Sup OK 你不能用Function Function是不能夠做格式設定 只能處理資料的問題 不能處理樣式的問題 OK這一點 所以如果要處理資料跟樣式 我就要會做報表 就是他會做表格 我就可以同時處理資料跟樣式 那只能用Sup 用Sup 對 你不能用Function Function它沒辦法 Function只能夠Return 這個 最後的資料 那如果把它做成報表以後 自動選手的話 就解決這什麼問題 可能要做很多事情 真的喔 報表 剛剛一個報表的過程 當然很多個動作嘛 對啊 你可以比如說 你先寫一個Sup 再寫一個Sup 因為用呼叫的 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可以啦 因為其實那種複雜的報表 其實可能 不是說一個Sup可以解決的 那你可以多寫幾個Sup 比如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第三個 也許可以分很多個階段 分別完成 所以有些東西看起來很複雜 一定都不是一個階段完成的 你可以逐一逐一的吧 把事情給做出來 所以像程式也是一樣 你不可能說一下子 可以寫複雜的程式 但是你可以慢慢 越來越增加一點難度 然後你慢慢 又越來越能夠體會的 所以 像有些同學 可能也不只學一次啦 可能 學第一次也許還是 是懂非懂 第二次聽好像又 有不同的想法 那 當然 也不見得也要重複聽啦 像我錄影下來 你回去也可以喔 反覆再聽講 聽第一次跟聽第二次 一定會有不一樣的感覺啦 因為 常常有同學說 老師我聽第一次 我真的 還是有點不太知道你在講什麼 我聽第二次 我終於 有點懂了 第三次好像 終於 豁然開朗的感覺 所以其實當然 像這種東西喔 真的你聽一次就懂啊 除非你是天才 所以為什麼我會把影片錄下來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只要 在座 如果是天才的就不會來上課啦 OK 所以 基本上就是可以多學多聽啦 好 好 好